obed球 自如欸怎麼那麼可愛啊 肖酸哦 蝦蝦畫嗎 對 我想講我 笑開了 好 看著鼻子笑開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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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可以了 來來來 親親 這樣嗎 你要再下去一點 呃 你 對對對對對 對 對 好 先看我的 好 第一次用成這樣的 我也是第一次 我也是 我們是不是不要講話比較好 嗯 而且我在你旁邊很黑欸 有幹嘛那麼黑帶的衣服喔 黑帶的衣服喔 很多重複就是吵架要怎麼喝好 可是因為我們沒有 對啊 我們沒有吵架 所以不曉得欸 我想一下 怎麼喝好 我是這樣啊 例如說我就會覺得 因為她鯨魚腦都忘記很多事情 我覺得有點不爽 可是我的不爽並不是說 暴怒我沒有 我只是覺得 你怎麼都不記得 你到底把我放在哪裡 那種感覺 可是我真的不記得 對 然後她就會 你就會 好像也沒有怎麼樣 我也沒有怎麼樣啊 因為我也沒生氣 哈哈哈哈 但我聽過我身邊的朋友是 他們一起去 四個一起去旅行的時候 嗯 其中兩個是大吵架 互罵髒話 然後各走各的 對 然後 然後最後咧 最後雖然大家 四個一起回國了 但是都沒有聯絡 嗯 然後好像四個了半年之後 才有聯絡 對 所以我覺得還是很好啦 好朋友應該就是默默很好吧 嗯 默默很好路線 我覺得只要你 應該說你願意釋出善意的話 然後她是你的朋友 她一定願意原諒你 對 除非你真的太過分了 或是你根本就沒有回憶 我覺得不管對朋友 還是對家人 嗯 對愛情 都是一樣啊 只要有一方先低頭 啊就先軟 對 因為先軟 如果你知道 例如說她的個性是很硬的 嗯 很不肯低頭的 但我又很珍惜她的話 那我可能就會低頭 這樣子 嗯 就是有一方要先軟一點點 沒錯 如果她不做 那就你做 你們一起過夜 例如想放屁啊 大便啊 會不會覺得不好意思 不會耶 不會啊 我就覺得說我要 我要 我要囉 她沒有 妳沒有講 上次我們去韓國 大便的時候我都講了 我說妳放屁的時候 上次去韓國的時候 她就滑手機 不 我說欸妳怎麼不喊一聲 喊一聲我心裡準備啊 為什麼要喊 因為我就會喊啊 我就說那個是不會臭啊 對 她還說那是不會 想屁不臭 會臭的 妳要會臭的 放出來一定有感覺 你知道嗎 妳懂那個感覺嗎 我就繼續說啊 好啦 好啦反正我們現在 已經熟到就是 放屁無所謂 可是我還是會說 欸 講一下啦 我會嚇到啊 就不會臭啊 就 蹦 哪有蹦啊 亂講 什麼奇蹟 讓你們可以這麼好 嗯 奇蹟 我想想 因為我是雙魚座 哪是啊 我是雙魚 我是上身 喔妳上身在雙魚 因為我是上身 因為它是雙子跟雙魚 表面上就是 照理來說好像沒有這麼的 素配 對就沒有那麼的合 但沒有想到我們那麼合 我就算是 意外 等一下那不相信星座的人 我反正就 屁魚 我是蠻相信星座的 然後 但是當然個性也有關 因為她本來就是一個很溫和的人 她跟誰都很溫和 以前看對方不爽會講嗎 會啊 譬如說她哪裡就說 譬如說我雙魚而已啦 嗯 東西沒放好的話 喔 我就說欸這不放好喔 我就會講得很直接 我不會說 我不會說 欸這個人要幫你放韓國 對 就是她去韓國的時候 東西都亂給我 我就 東西收一收 就是她驚於腦的時候 我就會說 你為什麼會一直忘記啊 你會記得啊 我就會 可能就會這樣 就是開開 假裝很兇的大聲 其實沒有很兇 只是我們太熟了 就會變成 怎麼成為閨蜜的 我覺得時間 喔 對啊 因為我從學生時期就 到現在出社會 對啊 你們只要一直保持聯繫 一直有 就會有共通話題嘛 比如說工作以後啊 或看了什麼電影啊 就是找話題來講 然後一直維持住 維持個三年五年 你們一定是閨蜜 除非沒話聊 沒話聊當然不會繼續啊 你說斷了聯絡 斷聯絡 或者是講話都很冷淡那種 那當然不是 沒辦法成為閨蜜 但是閨蜜就是你們一直都有 共同的話題 共同的目標 或是你們興趣很相似 嗯 喜歡吃一樣的東西 那你們應該就會 一直一直可以是朋友 然後時間累積長了 你們就會是閨蜜了 因為不可能說 我認識你一個月 我們兩個就是 我們就是好閨蜜 一輩子的好閨蜜 怎麼可能 認識一個月怎麼可能 所以一定是時間來堆疊的 時間一定有差 幹嘛笑成這樣啊 我一個 一輩子的好閨蜜 認識三天 很討厭 我們是閨蜜 在IG 我們是好閨蜜 然後我根本不曉得他喜歡什麼顏色 根本不曉得你喜歡吃什麼 根本不曉得你喜歡吃什麼 你問你去韓國優學大概花多少錢 我之前有拍過一支影片 優學的影片很詳細 就是花費啊 跟什麼報名的方式 跟心得都有寫在這裡了 大家可以去看看喔 有喔他有拍過 對我們有拍過影片 好啦那我們要繼續拍攝了 開始 開始 可是我想到有一件事情可以講欸 因為我剛才講沒有吵架嘛 也沒有冷戰過這樣 但是我想到有一次呢 我印象深刻是 冬天的時候 我們還是學生大四吧 然後有一天的早上呢 就是跟一如往常搬我們起床 然後要去上課 我們一起出發 然後就是 盥洗啊換衣服 我就發現 它很安靜 因為我們每次早上起床的時候 雖然都沒精神 很累的樣子 可是我們都會發出聲音 比如說我們會哼歌啊 然後會講講話說 等下早上吃什麼啊 都會講話 會發出聲音這樣 他那一天早上 安靜到一個不行 然後臉臭到一個不行 然後他 他的那個嘴角是下垂的 我本來是下垂的 但是那天更垂 然後 更垂 對那天更垂 然後 我就覺得 我就很緊張 想說 是不是我昨天晚上睡前有沒有講錯話 我就開始怪自己 想說完了完了 我一定是做出什麼事情 惹他不高興 然後 我們都沒有講話哦 然後直到 我們兩個會一起騎車 騎一台 同一台 然後到 那個學校 坐在屋子上上課了 我還在想 我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就要到他了 我們都沒有 一句話都沒有講 我們連 騎車的路上都沒有講話 到了也不講話 一句話都沒有 超級緊張 然後 後來我真的受不了 下課的時候 我就 看著他講了一句話 我說 你怎麼了 這樣 然後他就突然笑了 他就說沒有啊 這樣耶 然後我要再補充一點 就是那時候 在換衣服的時候 在家裡換衣服的時候 我覺得他怪怪的 是因為 那時候呢 他還踩到那個地上的塑膠袋 他踩到之後 你有想起來了嗎 沒有 他踩到之後呢 因為那個塑膠袋是那種有黏性的 網拍那種袋子有沒有 踩到之後黏到他的腳了 他甩不掉 他就這樣 就是很暴躁的把那個袋子踢走這樣 噓噓噓噓噓噓這樣 然後我就 他說我一定是惹到他了 然後踢走之後 他走沒幾步又被黏到 又被黏到 他就很生氣 然後把他踢走這樣 你就這樣 我很害怕耶 我也想說你到底怎麼了 我到底做過什麼事了 塑膠袋的問題 塑膠袋惹到他了 所以總結就是塑膠袋惹到他 反正呢 後來我們在學校 我就問他你怎麼了 然後就笑笑的說沒有啊 就沒事了 然後你看 現在問他他也不記得了 我不記得了 因為他就是真的沒什麼脾氣 我不曉得他那天早上可能沒睡飽吧 好吧 你輕一點 你是不是只是純粹 純粹沒睡飽而已 應該是吧 你竟然問我也記不起來啊 對啊 應該你就什麼都不記得了 應該就沒睡飽 因為前天嘛 太晚睡 真的太晚睡 可能 可能是五點才睡 然後一早八的課 對 嘿嘿 嘿嘿 謝謝 謝謝 謝謝